那這最後大絕招 就是說 就是你發現 比如說他每天晚上大概12點 1點的時候會起來 會閉著眼睛尖叫 你大概在往前一半小時到一小時的時候 是他剛好在潛眠期的時候 那時候可能眼睛會半張半壁 然後好像在感受自己是不是安全 那個時候他剛好半夢半醒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潛眠期 所以那時候就是半夢半醒 你趕快喝個水啊 喝個尿布啊 然後上個廁所啊 喝個奶奶啊 再去睡 這時候當然你可能後來再潛眠 對 很高耶 對啊 他都已經 說大絕招 就是你已經 真的已經沒辦法忍受我才用 對 不然的話就像你們剛剛講 我還很紅他紅兩次 對 但是就是說 我寧可這樣做 我也不要被鄰居抗議 或者是 頭頭來吵 對 這一招他就會跳過那個夜經 那一次的睡眠 就會比較不會發生 所以其實老實說 夜經跟惡夢 對我們來說算是 小case 對不對 應該說我們可以用整個睡眠的 生理來解釋 但是一樣 就像剛剛程醫師講的 其實有些事情 事出有因 那就解決他白天這個原因 心比一切 覺得他半夜哭鬧 然後拜這個灑米什麼的 我就來說 了解 但是接下來 真的要灑米 真的喔 一起來看看 第二個恐怖是什麼 小孩有靈界的好朋友 光聽就怕了 其實小朋友真的很多這樣的好朋友 對 真的 這樣的好朋友 小孩呢 就有這樣的好朋友 都現在家裡 因為小的時候我們都要哄睡嘛 對 然後那時候在家裡的時候 我都會抱著小孩 然後就會這樣安撫他睡覺 然後他就是不要自己睡 他就這樣我抱著 可是每一次呢 抱著抱著 只要走到我家 窗戶旁邊的那個角落 然後呢 我的小孩就會指著 那個天花板的那個角落 然後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那裡是有什麼東西嗎 然後我就會很害怕 角落都有很多那種東西 對 然後呢 他有時候都會跟他哼哼之外呢 有時候會對著他笑 就這樣 哼哼哼這樣笑 然後就想說 然後有時候呢 還會大哭 就是看著同一個角落 然後就哭泣 然後就想說 那角落到底是有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很害怕 而且你也知道 晚上睡覺的時候 燈是不是都關著 對 因為我就想要讓他好睡一點嘛 然後就那種恐怖感就會增加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會把我老公叫進來 因為我覺得說 老公就是陽氣比較重 對 然後老公進來有差喔 真的有差喔 就是感覺就是 小孩會比較就是穩定 然後比較安定 然後我就懷疑呢 就是我們家那個天花板的角落 是不是有一位 好朋友 唉唷 好肯定 真的 有些是真的有來印證 是真的有好朋友 對不對Ivy 像我小時候 以前我住在山上 我以前住山上 我以前住山上 然後那時候就是 山上可能感覺 樹多的地方都比較硬吧 對 然後那個小朋友 就是兒子 有時候常常就會 躲在一個小角落 就是一些死角嘛 可能一個就是房子 然後我就說 你在這邊幹嘛 因為想說我們都會覺得 小朋友可能在那邊 就上大號 對 所以上大號我就會躲起來 他說 我說你在歐塞塞 他說不是 他說 那個跟大姐姐在玩躲貓貓 他說你不要講而已 他講說如果 如果 你跟媽媽講的話 他說他有沒有 在那邊 然後他還跟你這樣講 對 所以他就很想說 然後說他在哪裡 他說他在那邊找我啊 所以他不是跟你玩躲貓 他在跟大姐姐 對 那時候我就想說 不要亂講 小朋友不要亂講 然後 可是這種情形 大概有發生三次吧 後來我就 好恐怖喔 可是到後來國華 就是我們要搬家的時候 搬過家 搬了家以後 他到新家以後 他才告訴我說 有一個 他通靈的一個朋友 他一個以前的司機 然後他的太太是會通靈 然後有一天他們去他們家 他就說 他們家裡面有地婦靈 地婦靈就是以前可能 更早時間住在那裡 住在裡面的人 對 一個女孩子 然後那個女孩子 不得禮開那個女孩子 對 那個女孩子好像感情怎麼樣 可能就是在那裡 自殺或什麼之類的 她還住在我臥房的牆裡 在那裡面 這樣多說命啊 對 因為她怕我怕 其實她都沒有告訴過我 一直到我班 所以國華哥知道 她知道 但是她都沒有講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她說這個女生 她說是不會害她 她會喜歡男主人 因為可能感情 她會幫助她的事業 但是她會讓我們的感情變差 好 所以你們那個時候吵架 是不是也是住在那裡 對 然後 唉唷 我心裡就搭了 你跟我一樣 你最近拉不住到很小的牆 沒有 就很巧 那個房子又是跟那個 陳先生跟他的前女友 以前住的房子 就真的翻開了 對 所以就是 我現在想起來就覺得 因為我以前就是也有做夢過 就是 就是 就是在睡覺的時候 有人在上面看著 喔 黃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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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叫表情 對 對 瑜伺 可是這種狀況有解嗎 就是關於這些好朋友 他們的真相應該是什麼 不過我想喔 精神醫學上 對幼童她有個現象 叫做所謂神奇思考 magic thinking 也就是說 其實 我們簡單講 其實我們小孩子本來創造力 就很強 譬如說我們對小孩子覺得 我是超人 你不會覺得很怪 對 但他根本也不是超人啊 對 所以 因為我們有信仰這種宗教 所以當 他如果 一個是你 社會文化沒辦法解釋 或者是相信 他是一個恐怖的東西 爸媽就會比較擔心 所以事實上 其實這只是 因為 尤其我們現在小孩子生得少 因為他伴少 他更會創造自己的玩伴 所以其實這種 在那種小 小家庭的小孩其實很常見 所以這第一個不用擔心 然後第二個我要講的是 其實我們人喔 是一個 很容易自我暗示的 生物或者動物 其實我也分享一個 我那個鬧鬼的一個醫學研究 誰都在來研究喔 其實他的結論也很簡單 也很直觀 他就一組實驗組 跟一組對照組 那研究者告訴實驗組 這二十個人說 這個地方以前鬧過鬼 那我給你一個小時 能去搜集他的證據 結果出來一個小時之後 大家洋洋灑灑灑 這個燈光忽明忽暗 這個空氣很冷 然後他把研究主 做完實驗之後 他再找研究主 什麼都沒講 他說你 一個小時 你每次進去 看有什麼觀察 你可以告訴我 結果這個 對照組的 什麼發現也都沒有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人 當我相信一件事情 我們會強化他的證據力 結果我相信這有鬼 我可能就什麼證據 就覺得這個是可能 是跟那個是有關的 所以有時候是 這種東西來影響到 我們對於證據的蒐集 覺得這跟這個有關 那當然有時候對於這個東西 當然信仰其實不是壞事 它可以帶給我們安定的力量 但它如果太造成恐懼 有時候這種情緒 是會遺傳給小孩喔 有時候 爸媽講太多鬼故事 那種小孩子的安全感 都會變比較差 所以我是覺得說 當然 不好意思 今天 當我們學醫學或學科學 都是懷疑論者 講起來可能沒那麼細句話 可是事實上我們只是希望說 把這些 比較不清楚的現象 用科學的角度來解釋 讓爸媽安心一點 接著也讓我們小孩子 比較安心一點 這樣他們成長可能會 比較少對於這種恐懼 這是我們希望可以做到的 像我小兒子 他前一段時間 就有 常常有一段時間 就是他會對著空氣 玩玩具也好 唱歌 聊天 然後還跟他在那邊 騰空的在那邊給我握握手 然後後來有一次 我們家弟弟就坐在沙發上看書 然後一邊自言自語這樣 那我也沒有幹嘛 我就是從他旁邊椅子嘛 我就坐下去 他就忽然生氣 然後把我推開說 媽咪你坐到阿杜達了啦 我想說 阿杜達 阿杜達 你坐到阿杜達 他還有名字喔 好可愛 然後他說 你不知道阿杜達是怎麼看的 那阿杜達是誰 他說 他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 是 他每天都會從窗戶 跑進來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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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還說 他還說 而且 他想要邀我去他家玩媽咪 我可以去嗎 不行 不行 你要問他人家住在哪裡 沒有我就直接 他大概真的見鬼了吧 因為講得這麼清楚的一個分 然後我心想說 你在家裡跟他玩就算了 你還要跟他走 然後我就很害怕 然後後來 問題是 你們聽到彼得潘的故事 都沒有這麼大的反應 可是阿杜達跟彼得潘 阿杜達就有那麼大的反應 阿杜達比較細力好不好 因為我娘家有公共神明 我就馬上帶弟弟回家去燒香拜拜 可是情況也都沒有改善 那我想說怎麼要了解一下 我就一直問弟弟一些 就是相關的問題 比如說 阿杜達成年紀對不對 對 你幾歲阿 長什麼樣子阿 家裡有幾個人阿 喜歡做什麼 喜歡吃什麼 然後根據他的那些描述形容 到最後我才發現 雖然說他一直不承認 可是我真的寧願相信 他說的那個人更不是他自己 像我家去年的時候 就是 我們要放那個大寶二寶分房 所以原本跟我們一起 那我們就把他趕去小孩房 可是小孩真的對這個分房 好像非常的恐懼 嗯 因為那前 就剛開始的那一個月喔 他們一定要開大燈睡覺 他一定要開大燈睡覺 也是 那邊 去大燈睡覺 去大燈睡覺 就還會給你 好